我覺得真的覺得現在的一個電動車的趨勢 是一個不可逆的這個情況 那當然以賓士來講 他的EQ系列呢 原本就是他的一個電動車的一個產品先 那剛剛大伯哥有提到 也確實不管A啊C啊S啊 這突然陸續推出 當然他們對於商務需求或者是商用需求的這個電動車款 其實他們也是沒有放棄的 所以他們就在這次呢 其實有發表一個EQT的這個概念車 那應該說以像這樣的MP 中大型的MPV尺碼 其實我們在賓士車型上面 我們可以看得到 比如說像是燃油車的是V-Class 那V-Class有點像是這種大型尺碼的MPV 那他們現在轉在所謂EQ平台身上呢 就是要把像這樣子的中大型尺碼的這種MPV呢 打造成純電的這個車型 當然我們現在實際上說這個是 其實是所謂的概念車 但是外觀已經非常接近這個量產化的這個版本了 我們外觀可以看到新世代的這個 有點像一體式的這個水箱護照 當然包含它的一個燈組的一個變化 也非常非常具有這個科技感 那當然現在它的一個主備動安全配備 一定也是非常的一個充足 那不過在整個如果看到內裝的話 其實在整個內裝的一個表現上面 你比較不會跟現行的EQ的一個車系聯想在一起 因為它並不是像它的儀表 並不是所謂的那種純液晶的一個形式 不是啊 然後中央的螢幕也不是那種大尺寸的觸控儀表 所以我們可以大膽地假設它 未來的如果真的量產的話 它應該是所謂比較入門一點的一個版本 可能是商務需求 或者是可能會有多了一些商用的一個需求 所以它並不是那種非常高階的 比如說像我們看現在目前的大型的 舒適豪華的NPEV 比如說像LM那種非常舒適豪華的那種 專門屬於後座買家專屬的這種 NPEV的這個車型喔 那未來呢像這種七人座正七人座的車型呢 呃已經目前看起來它概念車已經差不多 但是很有可能會這個車型可能會亮相的時間 會比預期的還要早 因為國外的媒體預計是2022年才看得到 可能2021的年底可能就是第四季就有可能是 會有一個量產的一個雛形給大家看到 那剛剛有講到所謂的T-Class喔 T-Class其實是目前現行賓士它未來要推出 更入門一點的更入門一點的小型的NPEV的車款 小型的NPEV 可是我們看到那個EQT它又是這麼大的商車 但是T-Class它它對它是屬於 算是更加的屬於平民的一個上用的車款 算是跨界休旅那種嗎 對 因為像是 它算是跟雷諾的集團是所謂的策略聯盟的 合作的開發的一個車型 所以它在小型商上NPEV的車型 你就可以想像說以國內市場來看 大家比較耳熟能詳的可能就類似像KT-Maxi啊 KT-Ban像這樣的一個身形的一個尺碼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好像是比較適合真正純商用的這個規格 它可能就前面前面的門是前面那邊有兩座嘛 那可能後面有一扇門一個側邊的一個門 其實是封死的 然後專門是給你 用大面積的開口給你上一下貨等等 所以這算是一個跟雷諾還有一個 雷諾還有Nissan以及Mitsubishi聯盟的一個 合作開發的一個車型 那當然像這種車型其實在歐洲市場 他們早就已經推出很多款車了 只是T-Class這個車款之後呢 會以賓士這個品牌來跟大家見面 除了賓士很積極之外呢 其實保時捷也緊追在後 他們推出的第一台電動跑車 在全球獲得相當不錯的成績之後 接下來已經被捕捉到的純電修旅 Makang呢 大家看到了這個捕捉的畫面 似乎意見不少啊 對於它的外觀的評價 這當這個說是無偽裝的測試車 透露出來之後 大家說天啊 這假如Makang是下一代電動車 長這個樣子的話 那我寧可不要買去了 可是其實大家 可是眼尖的這個讀者很觀眾 他們都已經看出來了 其實這部車還是有偽裝的 不管是它車頭的頭燈啊 或者車側的一些窗戶的一些 在偽裝上面還是有做出一些 跟你線混淆你現在視覺效果 因此假如說下一代長這樣子的話 肯定我也不會有我會喜歡的 好我們講了Makang 你看保時捷跟其他的歐洲車廠 或其他車廠在做這個電動車 它發展不一樣 其他都是以SUV來做第一步 SUV好做嘛 因為車子大好放電池 車子也可以保持它的空間 然後也符合現在SUV的這種浪潮 但是保時捷畢竟它是跑車出生的 因此它一開始就做Taken Taken一泡而紅 它也賣得相當好 不管是在國外 甚至在國內非特斯拉品牌之外 像我們蘋果有非品牌之外的電動車 你看它在國內賣電動車 居然是保時捷的Taken賣最好 同樣的當然保時捷不會放棄SUV電動化 這樣子一個趨勢 因此它在你剛剛看Taken或Taken的Turismo 這些車款之外 它第三款電動車就是要做這個朝SUV 而且朝它目前賣得最好 全世界賣得最好的SUV Makang來下手 而這Makang在這樣子一個設定之下 它走純電板 純電板當然大家就可以想像 把那條Taken上面那一套基本上就會放到上面 包括再加這種高壓充電等等 都會給它放進去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 它這個車子它用的是PPE的一個平台 PPE Premium Platform Electric 也就是說這一部Makang的純電板 它用的也是一個專屬的一個電動車平台來開發 所以不是油改電 原本的那個Makang的油車換成電車 但是有趣的是因為Makang對保時機來講 它實在太重要了 你只要把這部車子 我把它一部 一下子把它完全轉換成電動車 大家來 可能接受 怕大家接受 畢竟保時機 它畢竟它的引擎 向來也是有目光的動力性能等等的 你不是說這個什麼說有改變 然後我就一定可以賣 可以程序它10萬輛 因此也有個說法 就是說除了這款電動車之外 它還會在維持它既有的一款 就是Makang的下一代車型的一個電 這種油車版的 油車版來繼續販售 這一定要的 我想這是一定要的 因為它這個市場對它來說 一年10萬輛在全球 佔它超過三成以上的保時機 全球銷售量三成比例的這樣車款 它絕對不會放棄 因此我覺得是兩車油電並行是必然 電車這一塊市場到底有多大 這個餅到底有多大呢 傳統的汽車品牌要搶 剛才講到的科技產業要搶 連Uber都要來插一咖 Uber真的要做電動車 我們現在大家在叫的Uber 其實全世界都是以買各車廠車 來做加盟來這樣做一個計程車的概念 但現在我們看到新聞是國外的Uber 它已經找上了一個英國的新創公司 叫做Arrival這個公司來做合作 預計在2023年要投產 Uber他們做的概念其實就是 畢竟他過去沒有做過車 他的想法是說 因為現在各家車廠都在做電動車 那Uber既然要做 他想的一個初衷 是要讓它的價格更親民 大概就是跟一般的油車的差不多 不會特別的昂貴 然後再來我們從這個CG上面 幾張圖片可以看到它展現的重點是哪些 我覺得先看它的駕駛艙 它跟現在的特斯拉的概念蠻接近 幾乎把儀表案件全部都拿掉了 就整合在中間的這一個大面板上面 來做所有的控制 所以儀表台是非常簡單 簡潔的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空間的運用 既然是Uber就是讓你要做個舒適 它都把很大的空間是放在後座 然後包含你的腿部 甚至它你看很特別 它副駕駛座 除了載人的時候當然可以展開變一個椅子 那它這張圖就可以看出它的精神 它是可以收納再往前推 你可以放東西 或者是這邊要再堆放乘客的行李 可能都會更為的便利 然後再來看到的話就是有一些燈光 像前 當然我們傳統車也有 像它的這個製杯架或是這個把手 它會用了一些燈光 就是要讓乘客在晚上乘車的時候 會更便利取物一些 我覺得這個是Uber有想到一些 傳統車廠可能沒有注意到的細節 那再回來看它找的這一家 Arrival的這個新創公司 它其實過去也就是已經跨足在做電動車 不過是比較偏商用的 它在英國的話已經跟他們當地的這個物流 就UPS這種送貨物流的公司 已經有這樣的一個商車的出行合作 然後它也獲得了現在的 韓國最大的KIA現代集團的投資 所以未來Uber就會預計在2023年的 新聞是寫說第四季做投產 然後首先當然是以英國市場 歐洲市場以及美國市場 那同時Uber已經也對外放話了 它預計它在2040年它旗下所有的車都會是EV卡了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電動車裡面 電能是相當重要的 但是也有不少的品牌正在積極地發展 其他的新能源的一些技術 像是我們知道Toyota 它其實早早就專注在這個 新能源的一個技術的發展 甚至於聯保時捷 接下來他們要做出所謂的混合燃料的技術研發 這到底是什麼 這個應該算是 當然我們現在 今天要討論的應該都是電動車為主 那有很多品牌 他們其實在電動車這個發展的腳步 其實並不是算是最快的 因為我們知道電動車發展的腳步最快 可能比較成功的案例品牌 可能還是Tesla 但是這些以傳統汽車製造廠 他們還是想要做什麼 他們還是想要做個領頭羊 想辦法就是 例如我可能要有一項技術 或一項產品是這個業界的領頭羊 所以以Porsche來講的話 寶石捷他當然在造車技術工藝上面 也原本是在一個算是定位為一個 跑車的一個品牌 那他已經擁有非常獨到的賽斯技術 甚至燃油技術 但是他們可能想說 那好 雖然說我現在也做電動車 但是我的電動車可能並不是 做最快 走在最前面的 可是我之後我還是想辦法在某項技術上面 我要引領業界的潮流 所以呢 他們就變成怎麼樣 他們要開發新能源的這個混合燃料 那其實他是跟所謂的那個 Simon Energy合作 他們在智利呢 有設了一個工廠 在專門研究這個混合的一個液態的燃料 那其實這個東西就是一個 液態的碳氫化合物的東西 他是可以直接加在我們的一個引擎上面的 然後他也能夠 因為他還是有液態嘛 所以他還是能夠造成那個 應該像電動車一樣 他還是能夠達到一個零排放的這個目的 那這是他們發展這個液態這個燃料 最重要的這個目的 那剛剛講到TOYOTA的氫燃料的技術 其實他們氫燃料技術在這幾年 雖然說大家可能都知道說 風田張南其實對於純電動車的發展呢 其實還是有一些意見的 當然氫燃料的發展的歷史 已經非常久也其實也非常成熟了 像我們知道的話其實在五月份的那個 CORLA的一個廠車呢 其實他們已經在傳統的燃油引擎上面 又跟這個氫燃料進行一個結合 他還跟他的渦輪引擎做一個結合 而且是在賽事上面呢 是確實是可行的 所以他們用這個 他們這個賽事的技術呢 去測試他們所發展的一個 氫燃料的技術 然後在未來呢 其實很有可能的都會慢慢的導入 小規模的導入到這個量產車中